3月14日,马思纯迎来了34岁的生日,她在社交平台发文为自己庆生 你现在最幸福,你未来充满期待,而过去谢谢你啊 言子中满满都是对现状的认可和满足 只是在这开心快乐的氛围中却少了一个人的身影 她就是马思纯的现男友张哲轩 虽然张哲轩的口碑一直都在谷底,俩人的恋情也不被看好 但是作为男朋友却对女友的生日没有任何的表示 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这不免让人想起不久前传言马思纯用怀孕逼迫家人承认张哲轩 随后蒋文丽特地赶回国内阻止两人的婚事 难道这一次,马思纯在蒋文丽的压迫下真的和张哲轩分手了吗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 恋爱脑的影后,马思纯 2021年3月,马思纯被狗仔拍到和一男子食指相扣逛街的画面 马思纯因此正式曝光新恋情 这是马思纯和欧豪分手以后被拍到的第一段感情 不少人为他终于走出了上一段失败感情的阴影而感到高兴 可当大家刚想送上祝福的时候 却发现绯闻的男主角竟然是摇滚乐队《盘尼西林》的主唱张哲轩 张哲轩在摇滚圈内非常有名 曾参加过大热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 但是真正让张哲轩出名的并非他的才华 而是他过于高调的为人和混乱的私生活 在参加《乐下》的时候 张哲轩就因为一些言行举止被大众指责太装不尊重人 但实际上在节目中的表现都已经是他收敛之后的样子了 据不完全统计 摇滚圈里的大多数人都曾对张哲轩有过武力行为 比如旅行团乐队主唱孔杨 新裤子乐队主唱彭雷等人都和他产生过摩擦 任一扎也曾动手打过张哲轩 而这些人都是因为张哲轩的口嗨才动的手 除此之外张哲轩在私生活上也是近乎疯狂的踩雷 他曾被曝出是个软饭男 不仅心安理得的吃着富二代女友的软饭 还经常得意的跟周围的朋友炫耀 与此同时他在外仍然是采气飘飘 不仅经常和女粉丝睡觉不带小雨伞 还曾非常狂妄的当着一个女孩男朋友的面 直接说道我睡过你女朋友 如此混乱的生活让张哲轩拥有了一个别称 摇滚圈的罗志祥 就在全网都在震惊马思纯和张哲轩的恋情时 张哲轩的好友刺猬乐队的主唱子剑 在社交平台发文 祝贺他成功睡到了女明星 虽然这条动态很快就被删除了 但是物以类聚 网友们更加坚信了张哲轩的渣男本质 因此有不少网友喊话马思纯快跑 甚至还有网友跑到马思纯前男友欧豪的社交平台下 希望他能够和马思纯重新复合 虽然这个请求看起来多少有些荒谬 但也足以说明大众对张哲轩的强烈不满 可马思纯本人却并没有理会外界的言论 依旧我心我素 去年马思纯还被爆出已经买好新房准备结婚的新闻 这让不少关心他的粉丝再度心梗 但如果了解过马思纯的所有恋情 其实不难发现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恋爱脑的人 马思纯曾在节目中分享过他和初恋的故事 对方是他小心翼翼的追求了三年才追到手的 而他和欧豪的感情更像是他在倒贴 马思纯和欧豪是在拍摄《左二》的时候相识的 后来两个人将电影中的感情延续到了剧外 为了扶持欧豪的事业 马思纯哭着求小姨、蒋文莉为男友铺好电影资源 每逢欧豪有作品 他都是全力配合宣传 并且将自己的宣传团队和造型团队 双手奉上 而他自己有的时尚资源也一定会拉上欧豪 甚至是出席《八杀晚宴》也一定会携带家属出席 马思纯还曾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白 7月是欧豪的 但是面对马思纯如此炙热的爱意 欧豪这边却非常冷淡 他不仅在采访的时候表示欧豪是自己的 还在夜会红衣女子的分文出现之后 要求马思纯出面力破出轨的传闻 在这段感情中 马思纯一直都在扶贫 而欧豪则是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女友的资源 一边又不愿意给他任何承诺 在事业上升之后 他更是一脚踹掉了马思纯 2019年 欧豪清空了和马思纯有关的所有动态 并在新电影上映之前宣布了分手 直到分手的最后一刻 欧豪也不忘榨干马思纯身上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而马思纯在分手之后 抑郁症加重 身体健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不得不停下大部分的工作 在家静养 反观他的好闺蜜周冬雨 在和他一起拿下金马奖的双黄蛋之后 再次将自己投身到了影视剧的创作之中 拍摄了 《谎言兮兮》里 《喜欢你》 《后来的我们》 《少年的你》等作品 其中周冬雨凭借着《少年的你》 拿下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成为了最年轻的三金引后 事业稳步上升 那马思纯究竟为何会这么恋爱脑呢 这其实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 在节目中 马思纯曾揭露自己在初中的时候 受到了同学的欺负 同学在得知他的小仪式蒋文丽 一副式顾常委之后 便将他这个新二代孤立了起来 有人嘲笑他长得胖 有人会在他喝的水里放抹布水 粉笔灰 这让马思纯一度感觉自己身处在地狱里 他也曾想过和自己的家人求救 但是母亲却告诉他 你要更加努力证明自己比他们优秀 这样畸形的教育 让马思纯压抑了自己的性格 成为了大人眼中的乖乖女 马思纯的母亲叫蒋文娟 他因为幼时家境贫寒 再加上非常羡慕妹妹在娱乐圈中的成功 所以他将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了女儿的身上 就这样 马思纯成为了父母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 他从小做的一切事情 最大的目标就是向自己的小姨蒋文丽看齐 所以他在三岁的时候 就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三个人的冬天》 12岁便出演了电视剧《大宅门》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蒋文丽 所以马思纯经常因为不能完成母亲的要求而受到责骂 他只能变得更加懂事 更加谦让 在这种长期压抑的情况下 马思纯的性格变得越来越自闭 敏感和内敛 最后更是变成了极其不自信的讨好型人格 同时因为从小缺少家人的关怀 所以马思纯非常希望能够早一点迈入婚姻 此前有媒体让他在奥斯卡奖杯和谈恋爱中做一个选择 马思纯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谈恋爱 可见他多么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而这些都让马思纯选择张哲轩 成为了很好理解的事情 因为长时间的压抑 导致马思纯的叛逆期来得格外晚 他向往无军无束的生活 而玩摇滚 玩乐队的人大多离经叛道 在和张哲轩的恋情曝光之后 马思纯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和张哲轩一起约会聚餐 一起外出游玩 前不久还有媒体拍到两人一起亲吻的画面 看起来非常甜蜜 不过这段恋情除了网友不看好之外 马思纯的家人也是强烈反对 去年马思纯和母亲被拍到一起去看房 当时马思纯小腹微微隆起 下台阶都需要助力搀扶 很像是有孕在身 随后网上便传出了马思纯 用身孕逼迫家人接受张哲轩的传闻 与之一起的还有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爆料称 马思纯的婚事遭到了蒋文利的阻止 爆料中说 蒋文利在得知外申女即将结婚的消息之后 特意推掉了国外的工作飞回国内 蒋文利还对马思纯放狠话说 只要你敢结婚 我就不会给嫁妆 也绝对不会参加婚礼 要知道蒋文利给马思纯的嫁妆 可是高达1.2亿 除此之外爆料还表示 因为蒋文利和马思纯居住的非常近 所以现在蒋文利每天都要去马思纯家中 劝他盯着他 期间蒋文利还给马思纯介绍了许多优质男青年 但可惜的是马思纯一个都没有看上 只是在蒋文利的压力下 目前马思纯暂时也不敢和张哲轩领证结婚 就这样双方陷入了僵持阶段 而在这个消息曝光之后 网友纷纷为蒋文利拍手叫好并直言 蒋仪是人间清醒 希望马思纯能够多听亲人的话 只是有不少人担心 如果马思纯真的怀上了身孕 那么即便蒋文利强烈反对 结果可能还是无法改变 不过在马思纯最新分享的生日照片中 大家发现他的小腹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隆起 可能他当时真的只是胖了 这也让不少粉丝放下了心来 最近由马思纯主演的电视剧江照黎明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在剧中他饰演了一个被丈夫暴力出轨设计 骗取保险的可怜妻子李小南 为了彻底摆脱担惊受怕的日子 李小南处心积虑步步为营 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 只是戏里的李小南有多么清醒和聪明 戏外的马思纯就有多糊涂 这也让不少网友喊话马思纯 怎么演李小南还没清醒 但就像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说的那样 女生总是会被奇怪的坏人所吸引 比如张哲轩这样的 尽量让他在年少的时候 把这些特别奇怪的人都见过了 以后就不会再被渣人吸引了 只是希望马思纯在撞了南墙之后 还能全身而退 这里是闲雨季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